今天咱们就先给大伙说道说道 这《红楼梦》为什么是四大名著之首 首先它是唯一一本以女人为主的书 你看另外三本写的 是不是写的都是男的 第二个它塑造的人物很真实 什么叫真实呢 就是它不是脸谱化的 不是简单的能用好人坏人这么区分开 不是 这一点就跟我们现实中的人性特别像 复杂多面甚至毛子 谁不知道我那媳妇 比儿子还要强识倍呀 我那空面的妹妹 你怎么丢下我去了 如今家里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里还有二三十两 要就拿去 安也罢 逮也罢 带点东西 你们街坊临社看得也热闹些 也是上城一趟 玉村 你跟中顺府还能说得上话 有什么事还得劳你多多斡旋 不劳分腹 所以说从文学艺术这一块来说确实是比另外三步要高一点 第三围绕着《红楼梦》衍生出了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干什么就专门研究考证这红楼梦 这大伙都知道起个名叫红学家 这个团体又多着人呢 这个要说成千上万呢都是搂着说 没忘多了说 而且呢粉丝的质量特别高 基本全是大文豪大学者 你看往远点说 王国为啊胡适啊蔡元培 往近点说 王岐庸 蒋勋 刘新虎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